如果你現在還沒吃飯的人 可能可以先去買個晚餐 然後再跟我一起配飯吃 嗨,我是阿欣 今天的影片的內容 應該一整個都是在吃 因為我去日本的那個時候 拍了很多有關吃的影片回來 所以我想說乾脆把它們全部做成一整個影片 然後讓大家可以配飯吃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點就是 因為日本很多餐館都是位置非常非常的狹小 所以很多的鏡頭都會離我的臉非常非常的近 然後畫質可能也沒有那麼好 因為他們的燈光也是還蠻昏暗的 沒有帶腳架出門所以才會這樣子 就是請大家見諒一下 輕鬆的一起來享受今天這個小小的小品影片就好了 好,那我們就一起開始吧 你們看到一半的拉麵稍微弱 不覺得還有一半的拉麵稍微弱 吃重口味一點點 很濃,非常濃 欸 這是蛋 很合我的味 你知道在日本拉麵在四處三杯嗎? 我知道 我很快吃 我覺得以便利商店的餡料來講算多 但是它的內餡啊 算滿濃郁的 不是那種很苦的抹茶 是偏甜的抹茶這樣子 啊我是沒關係喔 因為我現在肚子餓 它的飯偏甜 可能日本這邊很喜歡吃甜 所以它整體的口味也是比較偏甜一點 巧克力 我覺得滴妹會愛 一直Cue滴妹 好冰喔 好甜喔 然後它有那個米香 我跟著你它是鹹 它不是甜是鹹 不是Sakura口味道 甜甜的 火車很廢 我好像是那種青紫松 就是有蛋 我覺得蛋真的是一個非常神奇的東西 不管 不管什麼 只要夾上蛋 它就會突然變成一個料理 好吃欸 我覺得很好吃 而且這些肉就是搭配那個飯跟那個蛋 加起來 整個一起咬下去的話 嗯 就會很香 之前台灣非常夯的一蘭拉麵 我現在就是要 進去吃一下 因為我沒有吃過 香巴撈 走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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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點清淡口味的話 還蠻符合我自己的 就是口味讚 我覺得它沒有到 就是 在台灣需要到 嗯 大排長龍道那樣的地步 它好吃是真的 然後我還蠻喜歡它這種 空間有隔起來的感覺 就是每個人都是 會需要 有飯才能吃飯 我們要留一點空間 給那些一個人的人好嗎 這個肉好大塊好邪惡喔 嗯 欸我跟這種肉超級飽滿的欸 我只要知道它是其實又蠻新鮮的 肉我跟妳講 剛剛咬下去的時候 我一度以為我再咬雞肉 很香 真的很香 喝汁 它有點硬 這種東西就是它配酒 嗯 這個超好吃 嗯 嗯 嗯 它鍋面有點擠喔 啊 好優秀 吃掉了 哇 它怎麼會動喔 然後吃吃看 欸我瀏海怎麼變那麼笨 變炸的欸 然後我們點的是起司口味的 加勒比薯條 然後真人電影版的概念這樣子 它會變對 噁 它的ORANGY JUICE 不會像那個麥當勞那樣 就是很人工 我發現一個很酷的東西 有點像行衝 借的地方這樣子 然後呢 你一次借 只要三百塊 就可以借二十四小時 它有三種接頭 對 像Type-C啊 然後Lightening 還有Android 都有 很前面 很厚耶 很厚很厚 超厚的 超厚的 嗯 這個肉超嫩 超級嫩 嫩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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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嫩到炸掉 你看喔 試試看喔 它的皮其實沒有很厚 妹妹剛剛贈送了我一個 杯粒 它的紋粒是杯粒 我剛剛這個是再稍微大一點 杯粒 它本身就是 會稍微硬一點點 可是它還是在嫩的範圍裡面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現在很餓 所以什麼都很好吃 我覺得它有一個很美 很自然的甘味 基本上就是那種入口即化 認真 哇 好香喔 冰冰的 什麼頻率 我比較喜歡這種 就是添一點點苦味的抹茶 我不喜歡太甜的抹茶 它好像有點變硬 多攪個幾下之後 它的抹茶的茶味就會出來了 有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對 味道有點複雜 因為它裡面糰子應該要是偏甜的 然後但是它的醬是鹹的 所以你吃下去的時候 你會有種很 湊中複雜的口感 但是不是難吃的 不過只是幾口就習慣了啦 我覺得吃起來很像蒜蒜肉 蒜蒜肉 蒜蒜肉 蒜蒜鍋裡面煮下去 然後馬上來就用 不過它上面 上面加很多豬肉 冬天就是要吃這個 滿烤過的東西 好飯囉 衣服要小心喔 衣服要小心喔 就是媽媽會煮的清蒸豆腐啊 所以這個我吃的還蠻習慣的 果然這種天氣就要吃一點溫暖的東西 我現在不會拿筷子了 因為你吃我 所以我拿筷子 對啊 昨天晚上也出了 唯一不一樣的是 我們現在是穿頭骨在吃的溫暖 我現在做得很餓 我覺得吃什麼都好吃 沒有辦法講出專業的那種配合 有一點茶味 沒有抹茶味 因為我記得的手法 它是比較偏那種 裡面的調味會稍微重一點點 然後像它這個的話 它真的是很清很清淡的那種 所以比較對我們的口味這樣子 我覺得冰淇淋是吃下去之後 它不會馬上化開 它會現在的時候 這樣先停留一段時間 然後你會先感受到那種紅茶香氣 然後才會開始化開 它還好喝的那種 對啊 它非常好吃 它不是那種一顆顆顆分泌的那種紅豆 是有一點偏泥狀 但是它又保有它原本的樣子 所以它跟抹茶搭起來就是 很像你的口裝在開交響樂 你知道嗎 應該是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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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 而且這粉店才有 我好喜歡這個 我覺得這還好 超級難捏 然後它的醬料不會太鹹 味道還蠻適中的 好好吃喔 我覺得很幸福 而且我覺得我像豬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它很嫩耶 很嫩耶 我覺得有點特別 在排隊 很嫩耶 哇靠我這邊真的有好多吃啊 哇真的太長 這邊的價錢呢 記得算接近台灣的兩倍 它起司是冰的耶 它口感還蠻脆色的 它不是那種會開心的 它是有點像美乃滋的 但它其實很好吃 很嫩 這什麼味道啊 我覺得還好 等一下對不起對不起 我更正了 我發現它裡面有餡料 有到餡料抓覺得還不錯 就甜甜的 我也甜 我也甜的這樣的甜甜感 啊 點頭了點頭了 啊 點頭了點頭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啊 卡豆 卡豆 後面有一隻來了 你又來了 很好吃耶 它不是固態的 好香喔 它是淡淡的那種糖香 很像焦糖 我喜歡剛剛那個 難怪大家都要排隊買這個 我現在是素顏 第二樓 好像九點到十一點會供應 一些小夜 像是麵啊 然後還有一些酒類 好 我現在就是要享受一下 就是大阪的第一夜 很甜 可是就覺得好像 還蠻道具的 整塊就是很嫩 水就是很快就是花掉 那長魚就是蠻小的 還不能回軟喔 大家要記得喔 嗯 好好吃喔 難怪日本人當地人 也都要吃這間 大阪串 今天晚上六十六十七二十一 我今天的最后 我被按燈了 按燈是下台 我今天在日本的最後一餐呢 是吃Shabu Shabu OK 看完了 剛剛以上這麼多間這麼多間的美食 哇 真的是吃了很多很多的東西耶 不知道大家覺得哪一間看起來最好吃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 宇治那邊的那間抹茶店 因為真的滿滿的都是抹茶 而且很多道都讓我非常非常的驚豔 所以一要講起來的話 印象最深刻的應該就是那一間 大家如果以後有機會去日本的話 說不定你可以去試試看我吃過的這幾間餐廳 大部分我覺得是沒有踩到雷啦 都好像還不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但是記得按訂分流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吧 掰掰 我偷偷跟你們說我不推這間民宿 然後廁所呢 走進去的時候發現浴缸全部露灰塵 所以就是大家評估一下 謝謝你 謝謝你 可以 和你